我第一次認識林康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在一個就家裡 我第一次見到你 我就猜到你是什麼人 例如林康正 他有些東西很有趣 例如有所謂的大人 他絕對是不說話的 這是他自己的修為 或者是家人家教 或者是家人家教 盡量不要跟長輩在那裡多爹 是很少有的 後來我明白 早兩天我和他媽媽聊天 我就明白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要恭喜他媽媽 他教得兒子得懂我們大人喜歡 我老婆也很喜歡林康正 早兩天我和他媽媽聊天 我就明白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要恭喜他媽媽 他教得兒子得懂我們大人喜歡 我老婆也很喜歡林康正 坐時搖曦晃腿的 鼓起人散彩 坐定後反身轉頭 坐姿如狗 不端不正的 都是攀薄形象 如果人的相貌不夠公順 體姿不夠謹慎 稱為精緩肉流 都不是長壽的形象 坐時時常搖西晃腿的 就像樹木搖頭 會掉落樹葉一樣 主持人 將會迫散家財 以上請作為 四年前打敗這些 BIG CAT和FIG NEWS MEDIA 昨晚他們有做這些事情 在佐治亞洲 好 再說一說 我這個是YGSID 大家可以想用 YGSID 你們沒有人想看到 我們的選舉沒有被人偷了 今天小編主要從一個人的吃相來教女詩人 大家每天都要吃飯 一日三餐不能少 而從吃飯的動作 快慢 神態等 也能得到一個人的不分 命理信息 5 吃飯時發出聲音的人 難成大氣 吃飯時當然是會出生的 至少幼年時 父母都會教育子女 吃飯時不要鰭唧嘴 校學中對吃飯鰭唧嘴 稱為豬食 也就是像豬一樣 七七雜亂 糟糟竊竊 低賤愚笨 生活中遇到這種人不可以唯一重任 更不可對之有期待 因為對方沒大的志向 能力欠佳 難有成就 7 吃飯露牙齿的人 較貧賤 有一類人咀嚼食物時 會張開嘴巴 露出牙齿 這也是很常見的 古相法認為 咀嚼食物時 嘴巴閉而咀嚼 主其人品性醇和 可以交往 嘴唇動來動去 像是哆嗦一樣 這樣的人很不仁義 刻薄自私 如果咀嚼食 上唇掀起 露出牙齿 則貧苦低賤 難言富貴 難怪我老友的說 好 煮辣 嘗嘗招盤 遇出餡子 鸡肉 汁 鹽菜餃 10元 四款 四款 蝦大 10元 游鎳 游鎊 大排桶的鑊汽 另外 好, 加點湯 這湯真的好甜 真的好甜 不是開玩笑 這湯真的好甜 吃完豬肥 救命 美國真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今天真的起信頻頻 我的心情很開朗 為何我的心情很開朗 明明是個人性格的問題 其實我可… 我喜歡… 有一個人 我會知道 有一個人 我喜歡… 有一個人 我會知道 你… 有一個人 你… 有一個人 你… 你…